進入下半年後 這是我向大家首次談論 其關於三星S22方面的最新消息 根據最新的報導了解到 三星似乎正在為未來即將亮相的S22系列做工作 其最大的變化就是那顆兩億像素的主鏡頭 就如你看到當前放出的炫耀圖像那樣 此刻主鏡頭如此之大 三星S22系列的鏡頭這次出現 可能與奧林巴斯存在有合作的潛在關係 根據幾條可靠來源爆料消息稱 三星與奧林巴斯將共同合作開發新的手機鏡頭傳感器 S22 Ultra被認為是第一顆獲得這種新技術的手機 借於奧林巴斯最近宣布打算與某些公司合作 有理由相信這個傳聞可能是真的 來自其他洩露者的傳聞也表明 三星S22 Ultra將配備一個更大的兩億像素傳感器 以來對抗iPhone 13系列陣容 這顆鏡頭到底有多厲害? 其還有待觀察 但據說能拍攝有超大的像素畫幅 並能夠捕捉到細節數量也是超乎寧常的 然而不好的是三星可能僅為S22 Ultra這款型號 配備了兩億主鏡頭 而普通的S22和S22 Plus將準備使用其他鏡頭 三星推出了一種新的5000萬像素鏡頭傳感器 它在用空間很小 並封裝了更多的像素數量 還可將相機凸起減少10% 沒錯的話這顆新的鏡頭就是S22和S22 Plus的主鏡頭了 另外在攝影方面 據報導三星正在測試S22系列 以每秒6幀的速度拍攝8K視頻的能力 這將是對S21系列的改進 S21系列最大當時可以錄製8K視頻 並可進行2、4幀的視頻錄製 當然了,現在擁有8K顯示的設備很少 因為它們太貴了 S22系列由於這次的升級 也將成為更加面向未來的手機 高通的下代處理器 即將是驍龍895 三星S22系列可能是驍龍895芯片的首款機型 並且有傳言稱 三星也可能是代工製造 驍龍895芯片的公司 同時它也是一顆4nm供應的芯片 報告指出 與S21系列一樣 S22系列的處理器同樣使用雙平台 包括Exynos芯片和高通芯片 並且S22國際版都將使用高通芯片 S22系列除了使用高通驍龍895芯片外 還有自家的Exynos 2200芯片 關於Exynos 2200芯片 有報導稱 在此芯片驅動下 三星S22系列可在GPU性能方面 獲得重大的提升 這要歸功於它獲得了基於AMD架構的GPU 其該GPU也恰考是PS5和XBOX遊戲機的基礎 當然了,這並不是說S22系列擁有了AMD的GPU 就會有多麼多麼強大的遊戲性能 它說的是相比當前最好的遊戲手機 它可以大大提高圖形處理能力 最終這項AMD的技術 是否會保留給三星的Exynos 2200處理器 或者是驍龍895 現在還沒有準確的消息 好了,影片到這裡就正式結束了 請大家多多點贊和互動 下期內容我們再見